我们刚才讲说低温高压有力理解 然后这里叫相变 相变的意思就是 相变的这个相啊 就是三泰的意思 三泰的改变 三泰的改变 然后 相变的相就是三泰啊故意弃这样 那 这个已经交到烂了啦 什么蒸发凝结 对不对 气化液化 融化 对不对 哦 那升华 明华 这些都可以都知道 那这个 这个可以 这个就可以讲一下 就是 如果他是考卫能这件事情呢 气体的卫能是什么 是最大的 卫能我们以前讲说mgh 对不对 那这里的卫能就是讲距离 你要 你要给气体分开远一点 他距离是不是最远 最自由 越近就越不自由 越近吸引力越大 这样子 那是不是我要让这个距离变大 我要把你们两个分开 是不是我要给你们能量 那你是把什么存起来 把卫能存起来 所以你这样写啊 就是气体储存 卫能最大 气体储存 卫能最大 就是因为他距离最远 所以我要给他能量 那也就是说 所以那时候 气体到液体 叫凝结 凝结 会放什么 放热 放热 把能量放出来 然后液体到固体 叫凝固 也要放什么 放热 那凝化 也是放热 可以吗 他就把这个热量放出来 热量放出来 可以 那你要记得这个GLS 是什么意思 G是 气体 L是液体 然后 S是固体 AQ是水溶液 AQ是水溶液 那这个地方是三态变化图 对不对 这以前就知道 再来就是说 他会有共存 重点这个共存很重要 好 这个共存 那这是第一 第一阶段是往融化 第二阶段是往气化 然后全部变气态 这样子 可以吗 那这个斜率有关系 斜率就是看笔热 如果斜率很大 就笔热很小 因为他很容易上升 很容易上升 就是笔热比较大 好 所以是这样 然后再来 这是共存 那 零度跟100度都是EATM的情况下 好 EATM的情况下 这很简单 好 所以我们就不要跟那种 会浪费时间的人在一起 蒸发是从表面开始喔 沸腾是全体喔 全部 全部 全部企划叫做沸腾 全部企划叫做沸腾 好那 这个地方喔 一定会考的是这个 就是 这个图你要画 你要跟着写一般物质的PT图 就压力对温度图 啊这个T 这个T 通常他是用K来写 通常是用K来写 K就是绝对温标 绝对温标 0K0K的时候是-273度C 记得 这有看过吗 有 0K的时候是-243度C 因为 K 这叫克氏文标 克氏 克氏 试没有下面这个字 下面这一匹 克氏文标 那这个图讲 在讲什么喔 就是说 如果 在同一个压力下 在一个压力下 对不对 你看这里是一个融点 然后这里会是一个什么 废点 懂的是吗 在这个融点以下就是固态 融点以下 在这个点的左边就是什么固态 这个点的右边叫什么液态 这个点在右边就变成 就变成气态 可以吗 好气态 那 如果他这样考 你看喔 如果压力很低 我压力很低的时候 对不对 我会直接从什么 从固态跳到什么 气态 那他就说明了什么 他在这干嘛 固态变气态叫什么 那是液体 固态变气态 干冰会怎样 升什么 升华 升华 对 忘记了 那固态 固态到气态的 他就会什么 就会变升华 就变升华 就是压力够低的情况下 压力够低的情况下 要学会画这个Y字形 但是 有一个很特别 然后一定要考的东西是这个 水的水的PT图 他比较丑 就像一个弹弓形 没有 弹弓形 弹弓形的话就是 呃 他的那个什么 你看这个这个位置这条线来了 他这条线比较 就是说你 你如果把压力提高 你把压力提高的时候 他的融点会下降 他融点是不是会从这里变成到这里 到这里 对不对 你往上走的时候 压力提高的时候 你融点是下降 融点是下降 就是比较好融化 出现 压力提高 压力提高融点下降 所以 如果你把一个 你踩在冰块上面 会造成冰块压力 变大 那你脚底下 压力比较大的冰块融点会下降 所以 他会比别的 他会比别的冰块容易 融化掉 所以你踩下去反而会融化 才这样 尤其是如果你是用绳子绑着的时候 绳子绑冰块 那被绑住的地方很容易就融化掉 可是 旁边又很冰嘛 然后他就融化 融化掉之后又 结冰 然后最后来绳子过了一天就跑到里面去 很屌 这个叫复冰现象 这叫复冰现象 这你先不用操 等一下可能会看到 好 那 一般物质呢 叫做热胀冷缩 对不对 凌固后会缩小 但是 水 升铁 地 壁 对不对 升铁是含碳量比较 高的 T就是那个SB B就是那个BI 他反而是什么凝固之后会稍微膨胀 稍微膨胀 所以增大压力的时候 增大压力平常的物体增大压力会造成费点上升 凝固点也会上升 就是这个图 你增大压力的时候 这个点会跑来这里 对不对 他这个点 这个点会是不是会跑来这里 如果继续化上去的话 融点废点都会提高 可是那个 水不是 融点 废点上升 废点是有上升 但是凝固点却是下降 这比较 特别 他妨碍气化有利于异化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复兵现象 就是说他因为你是用绳子嘛 所以说他有压力 对不对 那他就会开始这个地方就融化 OK吗 融化之后 绳子就掉进去 然后又结冰 然后绳子就在里面 甚至会跑到这里 这里有个虚线 有个虚线 所以跑到里面去 好 再来我们讲的就是前日 你把复兵现象这四个字超一下 写一下就知道 好 我讲你这样写好了 复兵现象因为有考 复兵现象就是什么 就是 压力变大 批变大 使什么 使熔点下降 熔点下降 好 而后 而后后面 后面再次复兵嘛 所以叫再次结冰 好 再次结冰 再次结冰 熔点下降 然后再次结冰 接受 OK 好 在浅热 浅热就是说 我们刚才有去看那个图 是不是长这样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是固定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固定的嘛 我们叫熔点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叫什么 沸点 对不对 那在这一区里面啊 它没有 它没有升高温度 但是它有没有吸热 有 它正在变态 固态变一态 一态变气态 这样子 所以它正在干嘛 它还是要吸收热量 凝固也是一样 就是 温度没有变 但是它在放出热量 凝结凝固也是这样 所以这叫浅热 浅热的重点 你写这个 浅热叫做什么 热量输入物体 温度却不上升 热量输入物体 温度却不上升 那最后再写八个字 就是 三态改变而温度 三态改变 温度不变 这样子 这样OK 那以前 我们国二的有讲 这里就要抄一下 在EATM的情况下 就整个这样长 EATM的情况下 冰的融化热是80卡 好 1克80卡 每克 每克 我们自己是每克 每克80卡 然后气化热是 每克540卡 那以前有个题目就是说 你被100度C的水烫到比较严重 还是100度C的水蒸气烫到比较严重 他们国二就烤过这个 那当然是选 水蒸气 因为水蒸气它在放热的时候要先放出540 一克就要540 放完之后它会变成100度C的热水 它会从水蒸气变成热水 所以等于被烫两遍 会被烫两遍 所以这个 差别 差别很大 因为你在化学里面是不是要我们有算热量 对不对 我们上次化学不是有说那个什么 DLH上升下这样吗 吸热放热 那是化学变化里面的DLH 那这个是物理变化的DLH OK 那你要记得这两件事情80跟540都是在固定的压力下 压力改变了那这些数字有改变 这样可以介绍 那后面题目 因为这一本你是不是有 没有 2-1你是不是没有拿到 那没关系我再印给你 我找比较重要的句子先做好了 比方说这个 原子存在的实验 已经讲实验了你一定会选布朗 布朗用花粉做 再来 既然是布朗运动 何者是正确的 指发针在水中吗 不一定空气中也可以 空气中我们是不是看到灰尘 他被光线照到的时候会得到能量 不是说那个地方有热对流才会有能量 对不对 他得到能量就开始在动 好 所以指发针在水中 不行 不是 他是不是等速 也不是啊 他有改变方向怎么会叫等速 好 那是不是热运动是 有热 受到热就有动能 那 那你就知道说 看不到的东西有 有人在撞他 对不对 水分子也是粒子 这件事情也是对的 啊这也是证实粒子的最有力证据 这也是对的 OK吗 所以这体就是要注意这个 就是粒子 还有能量 造成他会动 粒子的情况跟能量造成他会动 那像这里他就问你说那 谁发展布朗运动的数学是 这不是纽顿啊 纽顿找过 还有爱因斯坦 就是这样啊 那再来 他说不是大尔顿的原子说 不是大尔顿的原子说 他说都是由原子组成原子不可分的 这是对的 粒子物质都是粒子组成 同 同各种物质的粒子什么 都相同 因为他说组成物质最小是原子 所以他认为都一样 都一样 那再来 他说不同元素大小不一样是对的 有些物质是分子是错的 因为他只讲原子他没有讲分子 那是谁讲分子 亚的吗 亚历山大 亚伯加犬才有讲分子这件事情 因为他要 纠正道尔顿原子说的 缺点 所以他就提出分子这件事情 所以猪就不要选 可以吗 不是猪不要选 因为他们不是 所以你要选猪 对不对 我选猪 那你记得门的裂幅是干嘛的 很好 普利斯利 普利斯利就是那个氧化孔 氧化孔照光了吗 他会分解数什么 分解数氧气加孔 压力 不是压力 那是脱离切力 就是有没有一个实验啊 然后他在里面放 试管 然后这上面有孔 然后他让 太阳 让太阳去照啊 太阳照他那上面的孔就会分解 出孔蒸气这样 对吗 那就可以制造氧气 而且还会制造氧气 这氧化孔的使用 装子 装子为什么会提出在这里 知道吗 因为你那个课本 因为他在他的著作里面有讲出一个很有耐人虚无味的东西 他说 任何一个有长度的东西 你每次都切他一半 永远切不完 他那时候就有观念了 就是说 再切更小都还有更小的东西 永远都可以再切一半 永远都可以再切一半 跟竖线很像 因为两个数字中间还有数字 两个数字中间还有数字 两个数字还有数字 有点像 那他那时候就有物理的观念就是说 其实这个东西继续切下去 只是我的刀子要够薄 我就可以把它切开 切开他还在啊 对不对 我还可以继续切啊 然后他 他又不会消失 不会因为我切完他就不见了 不会因为我切完他就不见了 你看他多聪明 好 那再来 呃 这个就不用 不用管 这个这个就我们就要算一下 呃 你把这个图先放一下 放大一点 没关系 啊 他又开始了 你如果累了要要回去就能讲一下就好 你把这个图先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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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不会有你的声音 最近那个图不OK 我听到了 你久没看到他了 我没有问他的东西 我可以叫他去图住 真的啊 他算你的好朋友吗 算了 你不理解 因为这同一间又是同一间 这有两条线 这条线比较陡 这条线比较平 那表示他的比热 固态的比热比较 比较大 比较小 比较小所以斜率高啊 很快就上升了 比热小一升一降 比较大南山南架 他这从头到尾质量都是什么 一样的 质量都是一样的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正常的废点是多少 很明显他的废点是什么 正常就是 平常的情况下 最过来是什么 60 第1个就是60度C 那再来他说 液态时的比热 液态时的比热就要看 这一条写写的 这一条写写的 那他现在是几公克 好那我们就写 H等于M S delta T 对不对 那你 你是从15到什么 15到21 所以是有6000卡 你几克 100克 他比较是1 对不对 比较是 他是物体啊 对不起 我以为是水 比热不知道 比热不知道 好 比热不知道 那delta T 他从-20到60 -20到60 他上升了什么 80度 对不对 他上升80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S是多少 好 是不是6000除以8000 那就8分之几 8分之六 4分之3 0.75 0.75 卡斜线 刻度C 那记得写单位 卡斜线 然后刻度C 这样子 好那他说 默尔气化热是多少 好 这句话 难不倒我力 首先 气化这件事情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你是从21到什么 29 那他现在是几公克 是100克 他的分子量是多少 80 刻除分子量就是默数 默数 对不对 那1.25默尔他需要吸收多少 他需要吸收8000卡 对不对 那什么叫默尔气化热 跟你那个什么 默尔三层热 默尔燃烧热是不是一样 就是要移默尔 就是要移默尔 那你1.25要改成1 所以你在这一集很简单 就是8000要处理什么 1.25 好 8000就除以1.5 那就8000除以 4分之 5 那就是8000乘以5分之4 8000乘以5分之4 多少 6400没错 这几单就6400卡 好 他考什么 考热量怎么算 再来考你默尔怎么算 再来考你什么叫做企划 重点在于他要讲什么叫企划 就那8000卡叫企划 也就是他的浅热 温度不上升 那一段就是浅热 浅水的那个浅 要念浅热 这个浅热 这个冰块这个构成 这个 这个 也常见 所以写一下 你从负石到 你现在是冰 负石是冰还是水 冰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 呃质量都一样 你这个冰块就当一克嘛 对不对 那我自己是吧 Q1要怎么算 1乘以 冰的什么 冰的比这个再乘以几度 10度对不对 那这个Q2是什么 0度冰变10度 你0度冰是不是要先变0度水 0度冰要先变0度水喔 所以1要乘多少 先变80 溶化是不是80 那你再从0度水变成 10度水 是不是要再乘以 10度 所以加加1乘以10度 那在10度水升高到20度 那是不是直接1乘1乘以什么 升高到20 20减10 是不是 可以吗 好那 冰的比热是不是比较小 冰的比热比较小 所以 因为你冰块变水要吸收80卡 刚才你唱的 是不是浅热80卡 就是融化热80卡 冰要先变水 是不是会有一个 水平线的过程 就1克80 2克多少 3克多少 我要吸完我才能全部融掉 不要说 1克 80卡 你给我40卡 那我只能融解一半 融化一半 那我就变成一半冰一半水 知道吗 一半冰一半水 那之后就是冰水 那就是冰水 所以这样很明显谁比较大 你是不是q2比较大 q2大于q3然后大于q1 对不对 所以是231 231在哪里 当然是c嘛 好 当然是c 这样 所以就变成q2大于q3大于q1 是不是231 可以喔 记得那80卡怎么用喔 因为他这是零度冰 你就要想零度的冰 你要先变成 那个线是彰化嘛 对不对 那零度冰是要变零度水 先过这一段 然后才会上去 所以你是不是要一乘80 算我 因为我算尼克 然后再一乘一乘10度 因为你上升10度 所以它是两阶段上去的 两阶段上去的 对不对 OK 这个图 这个图你先不要插跟着我看 首先它写说 一区二区三区是不是一二三 那它是不是在一区 因为这是这个图这个地方是固对不对 记得吗 固然后再有多少 一然后这里是气 所以一区是不是就是圈圈一 一区对上圈圈一 那二区会去对上谁 二区是一态一态是三对不对 所以这是错的 等我上 好这是错的 一要对 罗马一对上数字一 罗马二对上数字三 好 好再来 如果是 A到1叫做1 好 A A是1 B是不是正好在融化 B点这个位置 它正在融化 因为固体变成液体 所以是不是就是B点要对这个 A点在这里 A B B 然后这是什么 液态的C 然后正在气化的什么 珠 然后再E 气化的什么 气体的E 这样子 对啊 按照这个顺序是对的 那再来 A到C 好 A到C是不是融化 从A 跳到C 这里是不是融化 嗯 没错 这是对的 好按照 H2的费点是100度 故此时 这条件啊 他没有讲是几个ATM 懂的是吗 他没有讲是几个ATM 所以 这个啊 故此时 这句话是错的 前面是对的 后面是错的 好 那再来 气化热 气化热 诶 他有写AATM 啊对不起 他有写AATM 那就是对的 对前面那也是一样 因为前面是写在100度 对 前面这里有画 没有看到 这里是有画 这个珠点画下来 是不是100度 嗯 对不对 这是对的 好啊 这是融化也是对的 那气化热 是不是大于 融化热 没有错 因为气化热是540 融化热是80 然后再假图 假图 假图 假图他说 可知水不产生升华的现象 水水水水水水水 H2O H2O不产生升华 有没有升华 有啊 有升华 是从这里到这里啊 对不对 这里 固体到气体 这样就是神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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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相片 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说 为什么叫你背那两个图 就是你考试的时候要去想这两个图 有特殊的情况 因为你平常水是这样子 可是一般物质是这样子 所以因为重点在于什么 这条线没有问题 因为大家都差不多 这条线也没有问题 大家也长得很像 唯一有问题的就是这条线 知道吗 这两条都不一样 因为以左边来讲的话 它是越往左边才会上子 但是这个图的话是往右边 往右边才会上去 融点是提高的 这里是压力增加融点 融点会什么下降 这是压力增加融点会上升 这是要注意 所以你看A选项 他说凝固时体积膨胀的物体 那是不是热胀冷缩 是吗不是是热缩冷脏的 可以吗 在某种情况下 他有写体积膨胀 对不对 这是例外 跟我平常背的不一样 对不对 好 那你就要看哪个图 你就要看这一个 可以吗 你不要看右边这个 啊 重点是他不会给你啊 你要自己想说有两个图要选 因为你是高中生了 他不会 不会太让你太依赖 然后如果降低压力的时候 降低压力是往哪里走 是往这里走 那凝固点反而会什么 凝固点就是什么点 凝固就跟融化有关系 对不对 刚好相反就是融点 所以凝固点是往右边走 知道吗 可以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说压力下降你就要往这里看 那这条线是会往右边靠 往右边靠 因为固态到异态就要看蓝色这条 然后就是他会往右边靠 所以融点是上升的 融点又叫凝固点 所以他故意不讲融点 他故意讲凝固点 凝固点是上升的 这时候凝固点是上升的 可以吗 所以我给你看一下他怎么解释 啊 他说凡固时膨胀物质 如水生铁地壁的 然后压力降低的时候 我觉得你批下降 但是你的凝固点却什么 上升的 可以吗 上升的 所以这要注意一下 那正常来讲 呃体积减少热胀冷缩 对不对 就是一般物质 有没有 一般物质就看右边那个图 对不对 右边这个图就这样 然后往上对不对 然后这样 是不是这样 嗯 那压力降低的时候是 往下看嘛 对不对 那他的融点是往什么 融点是什么 他的融点是往 往左的 融点是上升的 融点是这个 是不是往下走 所以那这这条线是往哪里 是不是往下走 往左边走 是往左边走 好 所以你的融点是往左边走 可以吗 融点是往左边走 要这样看 好 那在哦 这里 水在高山上气压降低 废点也降低 这句话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气压降低啊 水 水是不是要看左边这个 好 然后他气压降低的 废点是从液态到什么 液态到气态 对不对 你看他一开始在这里 对不对 那他下降的时候 下降的时候是不是出现 是不是在这里 所以他是不是也跟着什么 下降了 懂事吗 你就画两条线这样对照 啊他下降了 所以说压力减少 废点也减少 压力减少 废点也减少 没问题 那在外界压力增加的时候 来 外界压力增加的所有液体 废点都降低 啊这句话为什么是圈 因为这是写所有嘛 你可能会想 啊所有就错了 不对 你还是要分析 这是液态 这是液态 那你是不是让他下降 下降 下降也就是再画一条线 他写压力减少 他写压力减少吗 没有 他写压力变小 他写压力变小 那是不是下降 压力下降 然后液态 那要跨过去哪里 气态才叫沸腾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往下再画一条 然后往 比正常的护双矿再画一条 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往哪里走 是往下走 对不对 他往下走 好没错 废点是下降 对所有议题都在 那这个议题 观点是融化的议题 还是本来的议题 不错 好 这样OK 耶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然后 我后面这都是算这个量的 这个量是一定要算的吧 不然你帮我画这个这个图你只要画这个 不对 不对 你就大概画一下 画40跟80 20 40 80 这件事情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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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 他的重点在于说他第一个他是质量是几克 20克对不对 然后他某固体就比这个没有给对不对 然后他说一分钟30卡 可以吗 30卡 那他是固体 也就是说他20度C的时候在什么 固态对不对 然后在就是液态 这是共存 这共存 然后这个其实是什么 液态 但是你没有看到气态 所以45分钟是不是气态 45分钟 45分钟是什么态 液态嘛 这就错了 然后再 他的废点 这个是什么点 熔点 对 这是他的熔点 那再来他的熔化热是多少 那熔化热是从10 10分钟到什么 40分钟 这样是30分钟 1分钟给30 是30卡 然后乘以什么 30分钟 对不对 这样是几卡 900卡 对不对 然后他有几公克 20克 所以1公克是几卡 1公克几卡 是不是900除以20 那就是40 45 45 那C是对的 OK C是对的 那最后我要 因为我是针对这个 诶 你前三个稍微写一下 你自己就做个助记说 啊在底下问什么 这样就好 我再印你一遍给你 第二单元主要在讲这个啦 就是三泰 第一单元就跟着老师听 那就是听故事啊 他可能有很多历史小故事 就是单位 单位就是那些 哀啊奈你啊 唯你 那3分之4 3次胎啊 3次胖 你一定要记得 那就是球体的体积 好 那最后这一题啊 就是要跟你讲 30分钟的时候是2比1 什么叫固体液体2比1 他是不是到这里的时候还是固体 嗯 第10分钟的时候还是固体 好 那开始变 融化变液态 那他液态是全身上下一起变吗 没有某部分开始变 某部分某部分 他最后就全部 那30分钟是不是在这里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到这里 他已经吸热几分钟 吸热20 对不对 嗯 那他全部完成 整个变态的时间要几分钟 嗯 对对对 那他已经吸热了几分钟 那是不是他已经完成了 3分之2 那表示3分之2是什么态 嗯 所以 整个过程就是他全体是这样 对不对 他全部是这样 全部如果当3嘛 对不对 他里面的2是什么态 好 那剩下来的就是 固体对不对 所以这一体他说 他说物 他写固对义啊 固比义 固比义 固比义应该是1比2 或者差起2比1 那就不对 可以吗 好 那看起来的情况说 他到底是 因为很容易会弄错 嗯 你会以为说前面是固体 然后 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他他他这样背 你知道吗 就很累 他说老师走半边就是固态 懂事吗 不是不是他是已经吸完了 他就变什么 异态的 所以他剩下来的才是固态 不是说左看边都是固态 你知道吗 不要这样子 对 好 好 那我们先到这边 怎样回类 还好 因为 今天主要是你一个 所以 我可以把它整个多个一点 俊伟现在已经倒替 我有叫他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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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